昨晚求婚成功 今晚就好像結婚擺酒似的 這麼大件事, 當然要高興一下 叫小朋友來嘛 是, 請你… 認識的, 梁師傅 我是… 細小子, 日子定了嗎? 這就交給Sophia決定了 你問我, 我當然說越快越好 最好快點關掉三個室給我肚子 快點, 先過這段時間吧 還有兩個月也不用 籌備得來差不多了 這麼急? 不急… 好, 排期註冊, 拍照到蜜月擺酒 一個電話, 很多朋友幫你搞定 放心… 沒錯, 結婚這件事 其實一點也沒有難度 又關你事? 當然關我事 我這麼帥, 又這麼有型 兄弟一定有我的份做 那我做姐妹 我有做 好, 那誰做伴郎和伴娘呢? 淑貞的家人都在加拿大 對, 我在廁所會去寶貝酒 不是在香港, 對 你打算找誰做伴娘? 香港找逆姑娘 對了, 逆姑娘做過十幾次伴娘 真可以說, 家兄就熟 那伴郎呢? 我伴郎當然要找少山 當然了,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看著你們相識, 拍拖 今天說結婚, 我很開心 你不得我做你喝誰做? 來, 家兒, 我跟你喝一杯 你不用, 我自領的 好, 還好 來, 淑貞, 我跟你喝一杯 你不用喝, 我自領就行了 好 好… 好… 逆姑娘, 你真是聰明 我叫了Honey, 幾年叫她結婚 她都不肯 誰知你聰明 跟她談一次, 就立刻搞定 謝謝你 不要客氣 謝謝 我代Sophia謝謝你 你的義工團, 我一定會幫你處理 還幫我處理? 你有時間, 處理自己的婚禮 他們在說什麼義工團? 逆姑娘很有心 她在處理一個義工團 就是聘請一群大陸有需要的小朋友 來香港玩幾天 這麼有意義? 我也去 我有做義工 好啊 我也去 那我先謝謝你們 是 有多少人幫我, 不用你幫了 不行, 從今天開始 我要做一個更加有責任的男人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做的 細細, 要做一個有責任的男人 就一定要像我那樣 你很有責任, 你肯定對你老婆很好 還好嗎?芯仔的媽媽死了 死了嗎? 對不起, 我忘記了 表弟,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盲色? 你們說什麼? 你媽媽都不在這裡這麼多年了 為什麼你不可以接受望露老師呢? 誰說你來自的? 小小的, 你吃飯飯沒什麼做嗎? 什麼?你爆我的私隱? 我還沒吃飯嗎? 表弟, 其實這些事 沒說是私隱不私隱的 大家一家人嘛 你有什麼就跟表姐說吧 其實我們很樂意聆聽的 其實呢? 其實你回鄉的時候 是很不開心, 借酒消愁 但是… 但是你喝到進醫院 你知不知道誰最緊張你? 是夢露老師 夢露老師 如果呢? 如果 他真的對你好, 你就嘗試接受他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不是每個後弟奶都會趁你爸爸 不在這裡的時候欺負你 不過呢? 不過呢? 表姐, 你又是聽我說話的 為什麼每次都禮都說了? 我只是想點醒你而已, 房源 其實我自己都徘徊在感性和禮性之間 禮性上, 我知道我是應該接受他的 但是感性上, 我一想起我爸爸 有別的女人, 我真的無法接受 我想到, 你想到什麼? 既然上天安排了你 跟夢露老師學唱歌 你是不是把握這個機會了解他? 只有你們三個, 蔡心沒來嗎? 你終於來了 我來上課的 真是太好了 老師, 你沒事吧? 沒事…我太開心了 進來… 各位同學 第三屆的全港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 是分三個階段與團隊形式進行的 三個階段的題目都不同 大會剛剛公佈了第一階段的題目 那題目是什麼? 是歌神 歌神, 我喜歡歌神 你們是要團隊形式進行的 不可以搞個人主義 我要看大家的才能怎麼樣 我才能分配 然後大家才能一起演繹好一首歌 這就是贏的關鍵 試試唱一首歌給我聽聽 讓我們試試看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 我們先試試看 啊… 暴昌風 我心柔和暴昌風 雪不出这酒相送 夜月冬 雨点透霄到照片中 回头似是梦 无法担当 迷着仍望你 褪色照片中 张花衰 张花衰 我听得太投入 夜月冬唱了两句 表现得不错 过掌了,我只是练过一下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们两个 你两个在台上很有魅力 如果你们继续努力 加上知情的天分 那… 也加上蔡芯的才华 那这个组合就很好 我相信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 我赢的机会很高 我们现在士气这么高 一定要叫一个口号 好啊 我先想想 小楠小懒 带着小牙 好啊 不要 好啊… 各位學,既然口號也有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練習 好,寶貝 知道你們辛苦了 今天的練習暫過一段落 什麼時候會再上來? 我們接下來幾天都沒空 對,我們要去做義工 是呀 這幾天我就看不見你…你們了 不如夢露老師跟我們一起做義工 這樣就可以見多幾面了 是呀 我也可以做義工?我又不介意 好啊 芝晴,不如你叫你男朋友去吧 你哥哥第一次見到他做義工 肯定喜歡他 那是 對不起,蕭蕭 不是呀,我的表弟就被人軟禁了 我要上去救人 我一心就太心急就忘了去你的時尚 我找不到一個邏輯 你又說你很重要,所以要去救你表弟 但我打給你的時候,你在按摩院 你不相信我?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你 是呀,但是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時刻 你也不在我身邊 但是你在我的心裡 好吧,那我當是時間的問題 時間一,時間一… 那你是不是不生氣了? 謝謝你呀,蕭蕭 我答應你,我以後都不會錯過你任何表演 嗯,可以了 那我可不可以再要求多一點東西?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 就快點訂閱吧